溫哥華市中心在星期三發生了一宗隨機遲刀傷人案 警方表示疑犯是剛剛在懲教中心獲釋後處於緩刑期間犯案 而他有可能有精神健康問題 目前仍然被警方拘留 以及控以數項襲擊相關罪名 事發在星期三中52點左右 警方接報Smith Street及Betty Street附近 有一名男子遲刀襲擊路人 警方趕到現場後 發現一名61歲的男子受傷 但卻沒有生命危險 而一名46歲的男兒犯 就在警方使用跌擊槍制服後被捕 據警方期後更新 疑犯名為Kent Meets 剛剛在3月15日由菲莎地區懲教中心獲釋 所以在犯案期間他正處於緩刑期 警方又指Meets有犯罪前科 同時亦似乎有心理健康問題 初步相信與當日另外4宗獨立暴力事件有關 除此之外 另一名36歲的男兒犯 亦都被指在同日的早上11點半左右 在Clock Drive隔East Hastings Street的路口輝都 更在警方到場之後遲到衝向警員 最終被警員用殺傷力較少的散彈槍和電擊槍制服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覆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集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言證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止有優惠 花其森仲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補讓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 加拿大安產花其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Loto 649在今個月6日的開賽 有一名幸運兒贏得5800萬元的金球大獎 卑斯賽票公司BCLC昨日指出 這名幸運兒是列治民居民 並邀請他今天到辦公室領獎 得獎者是居於列治民的鍾先生 他是由彩票網站playnow.com上購買了這張得獎的彩票 據鍾先生形容他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當時只是被金球大獎的巨額獎金吸引 才決定試試自己的運氣 他又指自己目前沒有任何具體使用獎金的計劃 但是有考慮用在旅行買屋或者學結他 他亦都計劃和家人分享獎金 不過就未決定金額 雖然已經獲得了今次的大獎 但是鍾先生表示自己未來也都可能會繼續購買其他的彩票 V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產The Winning Team 是大賓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Winny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a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 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他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威爾斯王菲凱特已經連續幾個月 沒有在公眾場合出現 他今天在社交媒體發布視頻 解釋自己幻想癌症 目前已經開始化療 但他對自己的情況仍然保持積極態度 海特王菲被指在今年1月16日 因為一個福布手術在倫敦住院多日 英國恆生頓宮就在17日表示 王菲在復活節之前不太可能恢復公跡 這個消息引起了外界的關注 海特王菲今天在視頻裡解釋 當時的手術雖然成功 但手術之後的檢測就驗出自己患上癌症 而他的醫療團隊建議他接受一系列的預防化療療程 他表示癌症的消息令自己和威廉王子感到震驚 但自己已經開始化療 並且會集中令自己逐漸康復 目前情況仍然良好 他感謝外界的關心 但同時也希望外界可以在他完成化療的這段時間 給他們一家人一些時間、空間和私隱 聯邦預算案會在下個月16日公布 有消息道魯多政府會推出全國學童食物計劃 5年花費10億元幫助學生得到溫飽 總理道魯多的政策專家 前經濟顧問梅雷迪斯說 草耳的計劃出台之際 正值食物價格繼續為全國政府帶來政治難題 梅雷迪斯說已經向方偉蘭提出一項提案 現在要看裁長在預算案之中 是否會為計劃提供撥款 對於聯邦政府推行這項計劃 他審慎樂觀 聯邦政府在過去一年 和各省、各地區、各市、原住民團體 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磋商 制定這個計劃的康架 自由黨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承諾向著這個方向前進 杜魯多在2021年連任競選期間 也將這項計劃列為競選政綱 承諾在5年內為這個計劃投入10億元 社區食物組織認為 隨著加拿大人 越來越多難以養家糊口 越來越多家庭要到食物周制庫排隊 輪候食物 梅雷迪斯說 計劃將會有助於有意思地解決很多家庭正面對的問題 這個既是食品的價格高企 亦坦率地說 為孩子準備午餐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方惠蘭未有就計劃作出評論 裁長辦公室發言人說 預計4月16日的2024年預算 將重點放在可負擔生活 堅造住房和創造就業機會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 雖然多倫多的春天好像一早就來了 但誰知道冬天殺了回馬槍 今個週末 一股來自邊境南部的低氣壓系統 將輕輕插過多倫多等地區 今日下午開始 將有一場持續到夜間的降雪 而對多倫多來說 今次可能是一年中最大的單日降雪量 預計降雪量可以達到10至15厘米 並將持續到週六 加拿大環境部已經向多倫多 和大多倫多地區發布了降雪警報 警報說 預計今天上午將有輕微的降雪 但在下午或是傍晚時分將加劇 雪會在今晚晚一點的時候 從西向東逐漸減弱 降雪可能會對城市地區的夜間通勤 產生顯著的影響 所以今天下午或是晚上下班的時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氣象學家科爾特說 與過去幾年相比 這場不算是大雪 但這可能是今個冬季到目前為止 我們見過最大的降雪 根據加拿大環境部的數據 這場降雪最大的時候 可能會達到每小時2厘米 暴風雪可能會降低能見到 市政府也建議為週末的交通多留出一些時間 尤其是在今個週末 將有大量的道路關閉 和公共交通關閉 皮爾遜國際機場也在X上面表示 他們正在為降雪做準備 並提醒大家一些航班可能會取消 夫妻同心不止其利斷金 而且還可以將偷車拆打獲金 日前一個夜晚 在麥西沙加一個加油站 一個作為父親的車主停了一輛車上入油 司機位旁坐了他太太 後面是一對小孩 當車主想入油的時候 一人看上來 上身赤裸的男人突然衝過來 標了上司機位 就想開車丑 車主反應很快 回身就將這個人 在司機位抽出來 在車外面 兩個人攬著打起來 車主似乎被搶車賊推了落地 賊人立即飆上車 又上開車走 車主又翻身 撲入司機位裏面 又跟搶車賊打在一團 車主太太就由司機位旁邊的座位走下來 開了後面車門 讓兩個小朋友先下車 接著他就打電話報警 看到自己的老公 沒有辦法制服搶車賊 這個太太立即打開車尾箱 拿了一件好像一顆棍的東西 走回到車前 幫了老公 不斷打 不斷打 終於打就了一場車賊 當時 有油泵附近 看不到有其他人 偶然遠處有輛車小過 但油站裡面有沒有人就不知道 把這條片放上抖音的一個男人 他就好像足球評述員那樣 把整件事從頭到尾都說出來 他還說 全程是沒有人出來幫忙的 這個車主為了保護自己一家大小 勇敢地和匪徒搏鬥 真的可以說是英雄來的 這個評述員還很憤怒地說 這些罪案每天都在發生著 由加拿大東岸到西岸 這些犯罪分子這麼猖狂 根本就不考慮後果 政府其實應該是提高處罰的力度 將他們全部混入監 或者有人奇怪 這個評述員說別人不出來幫忙 那他自己做什麼 又只是做旁述 又不出手呢 如果你看清楚這條片 你就會發覺 這位評述員可能不是即場報道 而是事後根據錄影來做旁述 至於這宗案發生在何時 情況是怎樣 530記者把這條片傳給皮爾區警方問詳情 不過這就像你報案 警察來現場那樣 沒有那麼快 所以暫時沒有結果 講開偷車搶車 警察今次立功了 灰省和安省警方合作 共同破獲了一個偷車劫車集團 拘捕了31個在安省犯案的灰省匪徒 警方今次說 這項名為火山行動 被捕的匪徒有些只有16歲 本地刊警察督察謝恩說 火山計劃對這兩個省 涉及車輛盜竊的犯罪組織 造成沉重打擊 省警說 由2021年至2023年間 安省的暴力劫車和入屋搶車案 增加了206% 省警副總監卡恩斯說 偷車劫車現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影響著安省省民 在過去七星期內 全省就有接近3,000輛車被人偷了 2023年 大多倫多地區發生417宗劫車事件 其中125宗涉及有槍械 省警說 這次拘捕匪徒 犯案的時間主要是在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 警方說 被捕匪徒住在闊骨黑省 他們因為沒有回到安省出庭應訊 所以違反了保釋條件 也是保釋的原來這班人 因此 警方向他們發出了通緝令 被捕的其中4個匪徒 未夠18歲 其中有些人根本就是沒駕車執照 李宇軒第8日在黎智英案作供 表示曾在香港駐港澳總令事家中 與陳方安生、李柱銘等會面 李宇軒稱 他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 曾有3次機會 和前財政司長陳方安生見面 除了昨天提及在2019年11月 監選團活動中見面 期間曾經獲邀到時任 英國駐港澳總令事 賀恩德的住宅內出席會面 當時的出席者包括有 李柱銘、陳方安生、郭榮鏗和莫乃光等人 李宇軒表示 當時賀恩德想和民主派 老中青三代人交流 他一個人以年輕一代的角色獲邀到場 李宇軒第三次和陳方安生會面 發生在2020年初 當時他和陳子華到陳方安生的辦公室 和對方會面 陳方安生問兩個人 作為年輕一代的社運人士 想怎樣做 但李宇軒和陳子華 答不出一些具體的事和藍圖 其後陳方安生問 現在發生了很多示威、集會、行動 接下來如果有中局想怎樣 但李宇軒和陳子華沒有想到有關的事件 也沒有想到具體的行動 李宇軒認為 這次會面沒有結果 除了見多次陳方安生之外 李宇軒另外指 陳子華和陳方安生 本身就互相認識 2019年尾至2020年初之間 陳子華親身會見攬炒吧 其後李宇軒、陳子華和攬炒吧 一同舉行網上會議 李宇軒第一次見到攬炒吧的樣貌 和得知對方叫劉祖迪 陳子華在這次網上會議中表示 攬炒吧繼續做一個精神領袖 李宇軒負責國際線遊說 陳子華就繼續香港準備工作的事 三個人的角色不同 但又同一個目的就是 推動香港的自由民主運動 澳洲政府更新對香港的旅行提示 加入23條立法 將在明天也即23號生效 並描述香港有 嚴格且可空犯詮釋的國家安全法律 風險水平就維持4級中第2級 保持高度警戒 香港特區政府昨天發聲明 強烈譴責澳洲當局 假借所謂的外遊提示 《誤滅抹黑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 赴港風險增加 批評是以虛假、歪曲事實 和危言聳聽言論 散播恐懼的政治操弄 澳洲當局在旅遊提示中說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包括新增的國安罪行 法例中可以在未被起訴下 羈押最多16天 和不獲見律師最多48小時 原先提示描述國安法 可空泛地詮釋 並可涵蓋香港意外的活動 包括社交媒體鐵文 新版本《加入並列》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和國安法 均面對類似風險